这个男人有个癖好 喜欢把外星毒蛇放在胳膊上玩耍 然后男人敲了敲毒蛇的脑瓜子 毒蛇张开大嘴巴 露出牙齿 酷吃一下 因为毒蛇具有麻醉作用 男人很是享受着这种快感 因为提前涂了解药所以也不怕 在未来世界 人类已经与星际文明建立了联系 快递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太空中 男主叫强子 本是卖鱼出身 为了挣钱现在做太空货运司机 自从妻子去世后 女儿小美就一直跟随她在太空中飘来飘去 小美有着很好的绘画天赋 梦想是前往星际学院上学 但高昂的学费阻止了这一切 只能在飞船上画着她的梦想 这天强子在运输一批动物 特别小心就怕出意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小美在仓库发现动物的状态变得不对劲 监控设备也发出报警 强子发现是飞船的控温系统出现了故障 幸亏飞船已经飞到了货运基地 这是一个私人控制的货运飞船中转站 宏伟的配套设施 许多货运飞船都停靠在这里 当强子将飞船停靠在基地 检查货物时发现还是被冻死了 这对不富裕的强子真是雪上加霜 强子找到基地的维修工维修飞船 对方却健壮趁火打劫 开出高昂的维修架 强子根本无法接受 就在这时 基地的老大找到了强子 告诉他目前有一批货物 需要强子这样的司机运送 并开出了非常高昂的费用 还可以帮强子修好飞船 而货物便是偷运人口 能够体会到这些被偷运的人的不容易 但看到女儿每天跟着自己这么奔波 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强子最后还是被现实妥协了 但对方为了防止强子做手脚 要求让自己的一名变种人战士一同跟随 无奈的强子只好答应 无数的奴隶被强制运送到飞船 而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眼里 很不适滋味 多少的妻离子散被迫分开 小美责怪父亲 但怎奈强子也是生活所夺 很快飞船在暴雨中飞向了太空 基地老板也将一半的费用支付了强子 但强子为了防止万一 将钱转移给了女儿 同时将那条毒蛇藏身于身体中 说意外意外还就发生了 这时飞船突然传来警报声 经过分析发现 这是星际的巡查飞船要追过来了 变种人要求把奴隶扔到太空 否则一旦被检查出 都要干二十年苦力 但强子不忍心这么干 毕竟都是一条条生命 于是变种人一头便将强子撞到 很显然强子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两人撕打在了一起 但强子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变种人 眼看就要命丧于此 强子从口袋中掏出那条毒蛇 不吃一下 变种人瘫倒在地上 最后飞船降落在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难民都获得了安置 而小美这边 也如愿以偿来到了星际学院 她将在这里施展她的梦想 强子也因为偷运奴隶被抓了起来 但也在最后允许与女儿相见一面 强子一点也不难过 毕竟女儿的梦想实现了 不用再随她奔波 两人相拥在一起